看回香港政府的人口统查 虽然我们经历过一段移民潮之后 现在人口是不跌反升的 但这个人口不是一个常住人口 是一个流动人口 香港政府出了这么多人财政策 吸纳回来的流动人口 怎样可以变成一个常住人口 这个就要看看政府或者香港的吸引力有多大 如果这个人口真的变成一个常住人口 他们都要住都要吃都要工作都要赚钱 整个香港的楼市或者GDP 管港的整个经济都好 这个又是另一个故事 瑞銀都有一个报告 除了提了一个减息之外 也提了一个人口因素 他就认为内地的专材会拆起香港的楼市 如果一个城市最赌人的话 基本上是最赌财 这些财是如何一流向哪些资产 就由利息去决定 有些人会知道 香港银行定期的存款高达10万 这笔钱最终会走向哪边呢 如果按以前减息周期的责性来看 就一定是先去股票 之后再转去楼市 即是你看一下股市何时会爆升 升上去 之后就有机会股楼连动的上去 其实也是另一个讯息 当然你未必一定要等这个讯息 当然有些发展商会提早抽捕去减减它 面对一些比较好的楼盘 你就趁低级楼 假设现时有个发展商 现在兜兜大匹 这样减减给你 你就去判断这个楼盘是否优质 或者是有没有性价比 再按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配合 如果你说买二手你可以等一等 或者你等到一件很心仪很喜欢的 就以现在的时间去买 如果你一直都在找二手的盘 而且是特别钟情某类型的单位 现在在差的市场才有机会放出来 你撞到这些货 你未必会真的等到它减到谷底那一刻再去买 因为去到谷底这些货未必存在 或者是有实力拿这些美货的人未必会卖给你 买楼自住好看天洩地利入卧 买楼投资就很冷静 你就不需要估及个人太多因素 在适合时移动就可以了 今天要分享到这里 我是路易小王 我们下期再见